在節目開始之前請大家訂閱我們的平台 Like、Comment我們的節目 如果想第一時間收聽我們的節目 記得按下旁邊的鐘仔 大家好,又來到3月第三個星期的枯盡天下市 當然到了3月,春天都已經來了 現在在歐洲那邊基本上都已經 雖然你說這幾天的天氣都有點擋 但實際上我們說春天都已經到了 春天為大家帶來新機希望各人贏 在自己的生活範疹或圈子裡 會不會都覺得生日季節生日開始 都給自己一些新的希望或新的打算 但面對現在的局勢 無論在香港、中國或甚至全球 面對那種氣氛或那種能量 好像不太妥的時候 那怎樣繼續走下去呢? 但未說到之前先說一下這個星期出街的節目 在這個星期出街的節目 有李慧財博士的《枯翻通識》第14集 《深水時間》 李慧財博士繼續說透過太空 透過人類和太空之間的關係 再理解兩者之間的關係 然後到楊穎玉博士 香港三月文化節所見所脈 其實在英國的組織也搞了很多不同的活動 不單只是一些看電影、紀錄片 亦有一些不同的文化活動 亦有一些有歷史方面的根源 亦有不同的文化活動 亦希望給英國人認識香港的文化 然後到我的文章和這個推介的歌曲 就是《如果香港是發言後》 這也是透過歌曲去預示 究竟如果香港是發言後的話 船上的人究竟如何面對現在或未來的警方 特別我都很強調 當我們面對困難逆境的時候 產生的恐懼 我們怎樣用什麼心態、用什麼認識 去處理這種恐懼 能夠令自己突破現在的局限 是繼續走下去的 當然這個星期 你說教育新聞其實也有 零零星星也有說到 關於是教師 因為他所謂黑暴理由而除牌 但是我們在開幕之前 都有討論過 究竟這個星期說什麼 課題的時候 其中有一個都幾令人都幾 都幾覺得都幾突突的 大家都知道在《國安法》之下 遊行示威其實也有很多面對一些困難 或者一些不同的一些狀況 才算 當然嫁到之前 我們自己的節目裡面也有說到 關於是說 一些和婦女權益有關的遊行示威 最終是被親政府實力人士滲入 然後不斷發放一些挑釁的訊息 而導致遊行被迫取消 但是原來在這個星期剛剛有一個遊行 是成功能夠舉辦 那個其實就是在這個 將軍澳私人屋苑都會役 業主委員會舉辦的一個遊行 最主要目的是針對 反對將軍澳132區填海 和興建厭惡性遊行示威 現在大家看看遊行 基本上都是一個非政治性的遊行 不是爭取什麼 就是政治上面 民主、選舉、直選各方面 都是一些社區上面的議題 但是你會看到在整個遊行過程裡面 是加了很多 其實在現在新香港 人們都覺得為了要遊行示威 唯有要握頸就命 要做的一些做法 但實際上我們跳出來再看就是 咦?這樣的做法 其實被人圓繫著一些政治上面 或者甚至在一些歷史上面的一些傷痛的部分 而那些人不知道為什麼自己做了下去的話 似乎是將香港本身的遊行文化 在《國安法》通過之後 慢慢進行一個叫做改造 或者說得難聽些就是說 令到遊行示威 變成了一種厭惡性 或者一種令到你這個個人身份 或者甚至是那個尊嚴受到武役的一個做法 那兩位主持 其實你看到這次有人成功過了 就是告訴大家 香港有遊行示威 香港有這個集會自由 但實際上 這一種這樣的做法 究竟是反映什麼現象 甚至是對於現做在未來 香港人行制在《基本法》裡面 遊行示威的自由 會帶來什麼影響呢? 其實我記得我們幾個星期前 都討論過類似的問題 當時我已經說了 就是現在這個政府 它肯定是會做些事情的 為什麼呢? 因為示威遊行 這些基本公民政治條件的權利 是得到《基本法》確認的 嚴格說 現在你用《國安法》也好 用警方很隨意地 就不給你這個不反對空之書也好 或者給壓力的人 你不要參加 你參加我這裡搞你 這些就找好了 全部都是違法《基本法》的 這個一定要清楚 是吧? 即是他們現在都明目張膽 當《基本法》承諾了的東西不存在 但這個做法 是不可能長期維持的 是吧? 所以我前幾個星期 講了這件事 我也講過了 我肯定會有幾部曲的 第一 就是慢慢會有一些 親建制的組織也好 就會配合政府的需要 搞一些樣板式的示威出來 這些樣板式的示威 完全是配合政府的需要 不會出過一些政治敏感的議題 甚至支持政府 然後政府走到大條道理 告訴別人 香港的示威遊行 是繼續存在的 是容許的 只不過那些人不組織 沒有人組織而已 就像李家超所說 你們沒有保證安全物 就沒有搞 是吧? 就是情況等於 小熊維尼那部電影 我批了霍影權給他 他不報案自己 就是一樣道理而已 大家信不信 是吧? 現在這次正正就是這樣 先找一些都不知道什麼人 你知道他們自己本身的內訌 然後就搞一個示威 這個示威我當然不會說的議題不重要 但是問題就是 又說要掛牌又這樣那樣 根本就不是示威 是叫示眾 叫示眾 所以做示威的效果就是很有趣的 你現在打壓示威的警察 就不用展示委任證的 你出來行示威就要掛牌 那個人你是誰 還要不准蒙明這樣那樣 不准蒙明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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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面上刺兩個字 這些叫做遊街示眾 就是這樣的示威參加 大家可以想像的 我不敢說全部 我相信是肯定部分的參與者 就是可能蒙在鼓裡 第二 就是有個可能性 甚至我覺得有些搞手 是利用這件事去配合政府 希望政府就可以有個說法 示威遊行在香港是正常生活的部分 是得到容許的 只不過你們這些人不搞 你們不申請就不搞 不讓你搞 就沒有了 用這個方法慢慢就達到 剛才Benson說的那點 就改造香港的示威文化 以後呢 搞示威 第一都是一些不痛不養 大家不會特別關注的問題 第二就是到時候 每個人都刺青 掛牌 甚至要個人申請虛可證 第三就是政府宣傳 我們有示威遊行的 我覺得這些示威 純粹是變成中共式的示威 甚至玩手持有些示威 是支持政府的都不頂 所以我覺得這些示威 去不去都罷了 不要當它是示威 根本這個是長期剝奪香港人基本政治權利的事實 我們不能夠 因為有一次這樣的示威 就忘記了 所以大家不要當這次是示威 當這次是一個 我暫時至遠階段 我只能當這次是一場政治鬆 一場戲 其實示威已經沒有了 示威的對立面就是示弱 因為你完全跟政府配合 這些就是弱的表現 你想一下 其實香港人一直以來的遊行 示威文化是怎麼樣的 就是有搞手說 或者有組織說 什麼時候幾天要搞 然後那些人就自由參加 你不需要說報名 你不需要好像去那些建制派那些 蛇齋品種團 說要報了名才去參加 這是什麼示威遊行 所以人數這件事 是不可能之前已經知道的 80人也好 80萬人也好 都好 是去到當日才會知道 所以整件事的話 其實與其說是那個示威遊行 有一個搞手去搞 不如說那個搞手最終就是警方 只不過就是說 某種形式就是批准你 來點人數 然後就交個名單 多少人給他 這一種的形式 現在就變成在香港裡面 就要慢慢去出現 以前來說 大家讀中國當代史都知道 社會主義底下 有一種叫做鳥籠經濟 就是所有東西都掌握在籠裡面 自由民主都是在鳥籠裡面 現在在香港裡面的話 就不是我們暫時沒有鳥籠經濟 但是有鳥籠的遊行 鳥籠的示威 所有東西都要在框框裡面去進行 剛剛看到一個新聞就說 原來不僅是這個人數 你要神祖給政府知道 每一個參加者都要有個號碼的牌 而且呢 所有的宣傳牌 文宣和屋苑通知 都要是給警方來去檢視 這件事令我回想起來 就是1949年所謂的解放之後 中共怎樣去搞這個群眾的集會呢 我看到一個新聞我還記得的 就是他神祖是登出了紀念五四的時候 五四運動 會有什麼的標語牌出現 他那裡有三十幾個 在報紙上列了 就是說其實所有事情 都是神祖已經知道 預示了政府要screen 所以如果這樣說的話 就是下一步 可能香港就會走這件事了 你就會看到報紙所賣的話 不僅是幾年幾月幾日 有個什麼的遊行出現 還會將他們用的標語牌 印在報紙上面 那印出來有什麼作用呢 就是說到時候如果有 某一個牌 在名單上面沒有的話 就是說有一些事情 政府沒有approved 就是說你違反了那個遊行承諾 這個就可以抓了 就是說這個算是哪一回事的自由呢 自由的意思就是說 我在現場裡面突然想到某一件事 才要做出來 這個才叫做自由 這些全部都是要在之前 給別人用專制手段來規劃 為了為了為了 剛才阿忠先生說的 是配合政府去做一場show 然後做出來 那這些不可以叫做遊行 或者是示威的自由 這些叫做遊行 就是有組織被動員的一些自由 因為以前2019年的時候 每一個市民上街都可以有自己的自由 來做他們的宣傳 之餘之餘 連那些組織者都不知道 這件事其實將來沒有可能會發生 所以將來 接下來政府都說了 或者全部都說了 現在這一場的遊行就是 會成為一個樣板 接下來所有的遊行都會用它 作為一個樣板去搞下去 所以接下來的限制 只會看到越來越多 所以還會不會有搞手去搞遊行呢 所以下一步的話 之前我已經說過了 基本上全部都是建制派的人 來搞出來的遊行 因為其實你掛項牌 或者叫狗牌的話 其實如果你對歷史有一點認知的話 是一個很侮辱性的東西來的 那個以前是什麼人會做呢 就是在納粹時代 是猶太人 就要被人家叫做 就是要戴狗牌 就要你去變色的身份 這個就是猶太人了 其實這是一種歧視性的行為 不過是一種管制 純粹管制的需要 所以其實我在Facebook裡面 我都嘲笑他 就說現在香港人可以變成猶太人了 這個是不是我們想要的那種自由呢 所以參加者 不要以為你參加的就是一種的遊行這麼簡單 看回歷史的話 其實你是在幫政權做一些欺壓香港人的行為 所以大家出席類似的行為 本來要很小心 我覺得第一個問題就是 我第一不覺得這隻是示威 第二你看到香港人的反應都很淡淡 就是傳媒沒有一段報導 雖然是破天荒幾年來第一次 沒有一段報導 報道不太大 第一 第二你看到沒有人可以呼應他 你說填海這個問題 其實都是一個大問題 事實上 因為那裡有四十萬人住在那裡 但是你有一百人 我們之前看到那些搞手之間的內訓 可以想像這次的示威背景和性質 都很值得我們來懷疑 而整個示威的那種安排 老實說 剛才阿楊說得很清楚 你真的倒退了幾多年 六十年代 我幾歲大小孩的時候 我幾歲大的時候 我看到那些示威都不會是這樣的 是不是 就是 你叫什麼口號 會有多少人參加 誰參加都會儲先申報 要不要拿批准 要不要加身份證上去 這些不是示威 這些不是示威 這些擺明是一種政府權勢的政治操作 去改變香港的示威遊行文化 實際上香港的示威遊行的基本權利 雖然《基本法》還在 還寫得清楚楚 實際上已經被政權濫用權力去剝奪 這是一種很明顯的濫用權力 警察為什麼有權可以審議示威材料 這個權力基礎在哪裡來的 從哪一條法例 警察有這種權力 現在是警察可以無限量擴大自己權力 去做任何事情都可以 這樣的示威都參加的 可想而知 要不就瘋狂狂 要不就別有用心 我覺得只有這個可能性 所以這次之後會不會還有一些示威呢 我跟過幾個例子來判斷 有的 會有人搞的 每晚的示威甚至變成支持政府的 是吧 中國大陸搞的那些示威遊行 你知道在大陸 當然偶然靈青也有些白紙運動 但是大家知道時候 那些學生都被抓了 是吧 現在香港沒有公民組織 沒有中介的關注團體 你現在搞的示威遊行的人士 搞的背景 大家也可以自己查 可想而知 這些樣板政治遊戲 這些政治把戲 大家要清楚 我們有必要 即是繼續要 將這些問題 雖然大家沒有很關注 將這些問題繼續大書特書特別講 為什麼呢 這個正正是反映著香港現在 面對的處境相之不堪 我們要繼續爭取 落實基本法 但是賦予香港人應該有的政治權利 這個才是最關鍵 不會因為這樣的示威 就以為已經有些改變了 我覺得這樣也很重要 我們看看那些照片 整個示威整個操作 你會看到這些人士就好像 那些豬籠裡面的豬一樣 困死在一個區域 因為警方就用這個鏟帶 限制他們行動的範圍 我覺得很奇怪 就是為什麼用橙色呢 橙色其實很大程度 在政治上用橙色 有一點不是很努力 因為我自己本身做這個符號學 你橙色通常是一些 我經常想起普京穿著那件 戰爭罪的衣服 穿著那件衣服就是橙色的 這是其一 第二件事就是 整個過程裡面是像什麼 就像那些學校旅行 然後那些老師 訓導主任 就會規範一些 每一班學生 走哪裏 要排隊 很井井有條 所以如果有人跟我說 這個角度有人示威 我覺得 你連在中國大陸政治運動裡面 那種群眾動員 可能那個資格都沒有什麼 因為你看到 你覺得這種有人示威 你覺得真的能夠產生 對整個政策改變 環境改變 或者甚至是 將軍澳堆填區的污染問題 真的會改善 人家看到你這些人示威 根本是沒有料到 是說人家的採慮也有味 說得逐一點 所以純然這些人示威 會不會正如我們主持所說 只是作為美化 或者叫做合理化政權 將遊行示威醜化 這一種這樣的做法 就是你以後遊行示威 你只能夠跟政府那一套做法 無論是先前的要求 遊行過程裡面的控制 或者甚至遊行過程裡面 最主目的不是表達你的訴求 最主目的就是告訴別人 就是香港回來了 就是香港有遊行示威了 香港仍然好像以前那樣的情況 但實際上已經是面目全非 我們可以再退一步 從理念上看 為什麼我們要這麼重視任何示威權利呢 因為一個社會 你不要先說極權社會 就算民主社會 有很多時候一些小眾的關注和利益 可能政府在決策上忽視了 人數小啊 這不是一個主要的議題 或者政府沒有空理你 忽視了 而同一時間 我們說不是啊 你有個議會的嘛 有區議會 有各級議會的嘛 有區議會 有立法會的嘛 你就可以透過你的民意代表去反映了 這樣 但是大家知道現在香港的區議會也好 立法會也好 是吧 那些議會的那些代表 根本就不是代表民意的嘛 那些是授陰點的所謂的議員 就算你不要這樣說 就算是一些民選議員 也有些情況下 民選議員可能他各種理由 他筆略了一些小眾的利益和關注 所以示威遊行的重要性呢 就在於令到任何人 你都在體制那個既定的議程之外 是有一些渠道有一些權利 是表達你的訴求 你走出來你叫口號 你表達你的啟發 可能得不到社會很大呼應 但是起碼你有機會出聲 如果你的訴求是得到認同的 你就有機會影響到議會 影響到政府 那這個就是一個 民主社會所謂自由表達 示威遊行的一些重要性 那現在不是 現在已經沒有了區議會 你立法會是什麼人 大家知道了 那個政府可以完全不理你的 你講什麼他都照做的 那你連示威遊行的權利 都被你剝奪了 甚至全部都變成演戲 去示威遊行都要掛牌 要被你圍住 要申報 遲些人要加身份證 那你就是說 連最基本的表達自由都沒有了 你不是每個人有地盤可以寫東西的 不是每個人可以接觸到議員的 不是每個人可以接觸到議員的 不是現在的議員不會被你接觸到的 因為他根本都不理你 那你如果連最基本的 示威遊行表達的權利都受到扼殺的話 實際上香港人很多 就是個別人士的困擾 個別社群的需要和關注 就最後得不到正事了 所以其實受損害的是每一個人 你每一個人都有機會有一些事情 你覺得需要去表達的 由關注動物權益到環保 到性小眾的權利 過去幾十年都是在這樣的情況下 由沒有人理到慢慢得到更多人資 到慢慢成為了政府不可以不關注的議題 社會就是這樣發展和進步 令到我們的社會更加包容更加多元 現在你一次過把香港五六十年 累積起來的發展成果摧毀不得已 還令這種可能性再不復存在 這個也是一個很嚴重的政治罪行 我覺得 是的 我就想說回Besankov 先提到一個符號學的概念 其實這次的遊行 我留意到有兩個有符號意義的一個現象 一個就是人數的問題 你看回遊行的人數只有80個人 但是周圍圍觀的人 加上記者加上警察的話 那裡是遠遠不止80個人數 人數是多於這個數目的 話來說其實有點像什麼呢 就是像動物園裡面 看被觀察的動物和那些觀察者 或者是動物園的遊客 就是像這個現象 如果一個遊行要做到這樣才叫做遊行的話 這個已經是一種被觀賞的一個行為 多於是一個意見的訴求 因為意見應該是一種力量 它是空群而出 譬如說那裡有1萬、10萬或者100萬 這些才叫做遊行 這些才能夠表達到人的力量 現在就不是 參加者的力量是遠遠少於周圍觀察他 紀錄他、監察他的人 這些算是哪一門子的遊行呢 這個大家可以思考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說 講回狗派這個概念 狗派除了是一種侮辱性的行為 掛在你的頸上 要標示你的身份 讓你的身份得以被公開 甚至乎是批評之餘之類的話 狗派還有另一個象徵意義 在軍事學上面的話 大家屬軍事的都知道了 狗派叫做DOTEC 什麼叫做DOTEC 就是說每一個士兵都要把他的個人資料 身份寫在裡面 什麼名字 什麼官階 屬於哪個團隊 到他有什麼不測的時候 在他的圍體上面找到狗派 就可以告訴別人 你那個親屬在戰身上面死了 所以狗派本身是有軍事意味 鬥爭的意味 他說當我們把狗派這個名字掛在口邊的時候 其實某程度上就象徵著我們現在 香港還在打一場內戰 在2019年之後一直到現在 而這個狗派呢 要在一個遊行示威的人身上來帶著 為什麼呢 因為他是作為一個敵軍 你要去控制他 不讓他的意見得以宣揚 這件事其實最正意義很糟 就是說你告訴別人 香港的社會狀況 還是處於一種官民之間的鬥爭 所以這個名字其實你不可以用 就算你是用的話 你要用另一個名字來取代他 當然大家的名字 你都會叫狗派 所以我贊成的人是用狗派 以示是將這個鬥爭概念 一直延傳下去 就是自助光復 我不知道最近私人屋苑都會 業主或者相關居民 有沒有看這個節目 如果你覺得我們今天這個節目 你們聽完之後覺得好像侵犯你們 或者覺得不喜歡的話 歡迎在下面留言 如果有一些家方都很認同 我們講法都很歡迎 看完這個節目之後 留言告訴我們 究竟你們怎麼看 在你們屋苑的一些人 一些可能一些相關的 立法團的一些人士 搞今次的人士 究竟有沒有用呢 實際上其實令到整個過程 令到你很不舒服 而希望透過我們的平台都講一講 也都很歡迎 相關組織 如果覺得我們今天這個節目 講一些東西好像 好像令到你的氣不順 或者覺得我們這樣 好像是很不客氣的 收穫你們的話 也都很歡迎留言 但如果你們不留言 什麼都麻煩的話 我們今天講的節目 基本上 我們的觀察 或者我們的意見 基本上可以反映到 現在香港的政治現實 補充一點 補充一點 剛才我看到有一個 NOWTV的新聞 有一個遊行人士 他接受訪問 他說 都很好啊 我覺得很舒服啊 我覺得大家需要公開身份 表達我們就是這次遊行的成員 他們贊成這個遊行的做法 好啊 他就說 有些人 可能真的不肯不肯不肯 他根本不知道什麼遊行 不知道什麼意義 第二 我仍然都不適合一個說法 就是 根本這次遊行是一場戲來的 是一場戲來的 是 報送完畢 好 如果沒有其他報告的話 我們今天的節目就到這裡了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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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